一年到現在已經十 十三年了 然後就覺得做這個工作 雖然薪水比電腦工程師少一些 但是比較有趣 然後覺得比較有成就感 覺得好像對人類比較有貢獻 但不是電 個人而言 不是說電腦工程師就不好這樣子 當然我們也沒有百萬年薪可以放棄 所以就不會覺得很可惜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部分 但是大家就要龍山就可以了 所以外面如果大家有看到 有人叫做龍山的大概就是我 他這個很不好跑 對不起 好 這個是我知道 因為他的那個在後面 所以他要跑自己 然後 那我就先介紹一下 我的部分大概是這樣很簡單 然後我的 我有Email 我有臉書 然後我有IG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加我的 或是直接追蹤的都可以 所以不用客氣 請問你已婚還是未婚 我已 已婚 哦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 對 然後我老婆也是做 他在媒體工作 就是心頭髮工作 然後他跟我 他也是做 類似的社會工作 所以他知道我在幹嘛 我爸爸媽媽媽他們就前幾年過世 但是他們過世之前也不曉得我是在幹嘛的 蛤 哈哈哈哈 我就跟他講說 之前 我當電腦工程師 他們也不曉得電腦工程師做什麼 因為我是做 可能是比較算系統維護的 或者是網頁開發的 然後 可是他們 我就跟他講 修理電腦那樣就好了 機車那樣就不曉得 對於來講電腦 可能只是跟修理電腦那樣比較清楚 因為 我爸他們沒有什麼唸過書 所以 他講太清楚 他們也聽不懂是什麼 對啊 然後畢業 就他們過世之前 他其實不清楚 什麼